富士山是日本有名的景点 不管春夏秋冬都会有络绎不绝的游人来此欣赏 富士山的雪 富士山的温泉 富士山下的樱花 种种都受到人们的喜爱 可是你知道吗 富士山实际上不是日本政府所有 而是政府租借来的 听起来有点离谱 富士山不是政府的 那么谁才是富士山真正的主人呢 富士山是日本国家的象征之一 海拔最高的地方有3776米 是日本最高的山峰 同时它是一座活活山 但富士山海拔3360米以上的部分 就属于事工厅浅尖神社所有 后来富士山的主权经过几番周转之后 回到了民众手里 但富士山的所有权跟地标的意义 依然还在政府手上 直到2004年 富士山终于回归到浅尖神社手中 近几年间 日本旅游业发展迅猛 为了让富士山能成为合法的景区 每年日本政府要支付天价的租金 给浅尖神社 政府才能有景区开放权和使用权 日本政府是不是很委屈 就只有他们自己清楚了 不过富士山属于活活山 随时都有可能分发 后果不堪设想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下方评论哦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记得关注订阅我们哦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